打耳祭祭祭祭 大人家秀朋友學習習慎的技術 因為慎祭 自古以來就是生活在山中原住民 最基本的生活技能 先以向雄龍保禄 連山第五年基盤保禄做傳統的打耳祭祭祭祭 今年特別結合雄龍國小學生共同參議 目的就是希望傳統文化可以向下打好基礎 萬求少年人對傳統文化 越來越成分的現象 以傳承的為主 雖然以前真的是狩獵 現在只是形式上的一個技藝 我們要的是讓小朋友知道 怎樣尊重倫理 山林之間的如何尊重山林 能夠讓我們部落跟山林之間能夠 那個連線能夠還在一起 能夠讓部落的發展能夠更能夠和諧 保禄祭傳統的打耳祭 是以打耳為先的部落做人非常重要的責任 雄龍社區基盤的打耳祭 除了聽見族人出門打耳祭 以及回來時 部落輕盡方秀的情境 也帶到海洞專程參與 這也有 雄龍部落是姓宜宏來 就所謂的以部落為單位 自發生基盤傳統責任的社區 姓宜宏中書共表示 光鋒基盤的傳統責任 共調以表演方向來 大家文化團成的目的 只有副政府是要不夠的 部落的主角是更加重要 原住民的自覺覺醒 也是有相當大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只是認為 因為沒有文字的一個民主 是要透過這樣的一個 延續交流 才能夠把我們那個文化 做切切實實的傳承 不過傳統這句話當適合時空轉變 雄龍社區每年基本的這句方式 或是跟其他部落做部落 基本的搭耳機 都會出現不一樣的情況 看在部落中的原來 也是感覺有丹波的煩惱 我一直很擔心就是說 可能會已經變子了 因為現在年輕人 跟老一輩子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所以可能以後要辦這個搭耳機的話 可能是要大型的 可能是三個村 或是簡形一箱一起辦 這樣的話比較有公式 應該要制定一個 比較屬於傳統的 這樣一個文化的祭祀 讓各社區各學校 都能夠遵循這樣的一個 傳統的儀式來處理 這張部落中的傳統祭祀 要安排後社區 精神健康的傳統原住民美食 提供給各界來賓品品頌 在中式傳統文化演習的當時 也有相容社區 推電部落觀光進行選團的意義 接著王家先採訪報道 我們要安心 好不好 好